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後面 我是講故事的Ben 前陣子剛好滑到一個 2023年最性感男星拍名 裡面許多上榜的名單 真的是讓我覺得很困惑 就也不是說他們不帥 但我可能不會用性感來去形容他們 不過這種個人審美的東西 本來就見仁見智 我很少認為有哪個男星 可以一次駕馭狂野與可愛的角色 如果硬要說的話 有這麼一個人這麼剛好 不管是在屠宰場裡 演變態跟蹤狂 還是在陌生人婚禮上演 唱甜滋滋的祝福歌 都那麼有恰到好處 雖然我不是特愛Adeline Vim 但還是時不時會被他電到一下 話說到這裡 你可能以為我今天要講 Adeline Vim的個人故事 但沒有 其實我要講Maroon 5 不過這也體現了一個問題 在許多樂團裡 主唱永遠是特別受到矚目的那個 很有趣的是 在我搜尋資料的過程中 在Google上面搜尋Maroon 5的時候 第一個出現的結果是 Why is Maroon 5 Bad? 為什麼魔力紅不好? 在我看了幾個論壇及影片後 更有人把Adam太過出風頭 作為原因之一 為什麼這個在我成長年代中 深受歡迎的樂團 會有如此悲傷的搜尋結果 就讓我們來邊聽故事 邊一探究竟吧 其實Maroon 5並不是一開始就叫 Maroon 5 而是Keras Flowers 作為團名 這一切都要追溯回 Maroon 5的高中時期 開學的第一天剛上高中的Adam Levine 就認識了未來的Bass手 Mickey Madden 因為對於音樂的共同興趣 他們很快的成為好朋友 當時的Mickey雖然喜歡音樂 卻意外的從來沒有正式接觸過任何樂器 直到他認識了Adam才有第一把Bass 他們常常在Mickey家的車庫玩在一起 直到第二年鍵盤手Jesse Carmichael加入了他們 Jesse本身就在學校的管弦樂盾吹黑管 雖然從來沒有接觸過吉他 但有鼓點樂 硬抵著他很快就學會了新樂器 三人以Edible Nuns的小團名 開始在學校的活動中表演 而拼上最後一塊Keras Flowers的拼圖 則是最後加入的鼓手 Ryan Dusek 他是Adam小時候透過朋友認識的兒師玩伴 也是四個人之中年紀最大的大哥 於是四個人將樂團的練習唱地 移駕到了Ryan家的車庫 每週五下午總是聚在一起 寫寫歌 玩玩音樂 玩累了Ryan就會開著車帶著其他人一起去兜風 有一次他們臨時期要送禮物 去給他們共同偷偷暗戀的女同學Keras 因為不知道弟子花了許多時間 才把他們的心意放在Keras家門口 而禮物正是一朵花 這也是團名Keras Flowers的由來 這局青少年開始以Keras Flowers的身份表演 厲害的是他們不只受到當地高中生的歡迎 演唱的都是自己的原創歌曲 有一次他們在馬里布的海灘Party上演出 一位獨立製作人 Tommy Allen 正好在附近跑步 聽到他們的音樂後深深被吸引 於是他往音樂的方向走去 最後決定提供這個高中生樂團 一個他們難以想像的機會 發行一張洗手單曲的專輯 Tommy與他的夥伴 就讓你在音樂圈有相當的人脈 來幫助他們製作專輯 但在專輯完成後 他們一致認同應該賣給大堅的 唱片公司來發行會更好 於是他們放出了消息 並在樂團與洛杉磯的一些演出後 開始有公司釋出興趣 不只吸引到了大堅的經紀公司 也有唱片公司樂英 替他們重製專輯The Fourth World 不幸的是 專輯最後只賣出了5000張 與期待的落差 讓他們在6個月後被唱片公司拋棄 成員們之間氣氛低迷 甚至差一點解散 當時正值大部分團員們高中畢業的年紀 Ryan跟Mickey選擇留在洛杉磯讀大學 Adam與Jesse則是到了紐約 並在這段期間注意到了當地的音樂特色 也是影響他們後來音樂風格轉變的重要原因 大學畢業後的他們回到了洛杉磯 可能是遇到水逆吧 才剛團聚的他們就遇到一個製作人 說要幫他們簽一張Demo合約 卻遭到唱片公司的反悔 合約約定好的三首歌也都沒有發行 為了重整士氣 他們一群人拼湊了一切被唱片公司拒絕的Demo 多年來的努力終於掉進了貴了的手中 而其中一首歌是我自己也很愛的 Sunday Morning Ben Berkman 是一間唱片公司 Arcton Records 的高層之一 在他聽了Sunday Morning後 占不絕口 其實很意外的這是來自Keras Flowers 的歌曲 因為他們的風格與以往大不相同 在當時Arcton Records 是剛成立沒多久的唱片公司 在還沒有簽下任何藝人的情況下 他們的首要條件是 在現場演出中能夠出類拔萃前有潛力打造出一個 以他們為中心的社群的樂團 Keras Flowers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現場演出能力夠 而且他們重要的是 他們在音樂圈中還很新 還有塑造品牌形象的空間 在Arcton Records 決定簽下樂團後 他們第一個首要的任務就是 換一個新團名 Maroon 5 的由來對外界來說一直是個秘密 我一直以為55個人的意思 殊不知有6個 Adam 曾在被問過這個問題後說 因為團名的由來真的爛透了 爛到他個人決定讓他永遠成為一個秘密 不過網路上有人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Adam 和 Jesse 曾短暫就讀了 Five Times Colleague 這所位於紐約的私立學校 合理懷疑Five 是來自學校的名稱 而Maroon 的中文是粒子色 正好是學校的官方主視覺顏色 所謂團名為了能讓Adam 解放雙手專攻主唱的角色 公司另外希望能找一個新成員成為吉他手 James Valentine 加入了Maroon 5 完整了樂團的分配 從這裡看真的不能怪Adam總是搶風頭 畢竟公司最初的設定就是要將Adam 打造為Seaway中的Seaway的那種 閃亮亮的歌星主唱 2002年 Maroon 5 終於發行了第一張錄音室專輯 Song's about Jam 這張專輯作為全新的開始 撇除了Keros Flower時期的音式搖滾 絕對這也是流行靈魂風格 Adam 的假音的音域深受 Steve Wonder的影響 非常適合新的音樂方向 專輯如其名許多歌曲的靈感 都是來自於Adam 的前女友 James 以前Adam總會在James上班的加油站 看著他寫歌 並在那播放這些關於他的歌 但如此浪漫的專輯 並沒有戲劇式的讓他們一炮成名 而是等到專輯發行的兩年後 漸進式的登入告示牌 兩百大專輯的第六名 包括了Harder To Breathe 及List Love 都是非常成功的單曲 不過其中也要感謝吉他手 James The John Bond大學好友 John Mayer 聽他們爭取到了電台廣播 以及邀請他們 至他的表演開場等等機會 同時Maroon 5 也開始不停尋遠 巧巧地將他們的音樂 滲入人們的耳朵中 然而大量的巡迴演出 讓Ryan的體力非常吃不消 飛行加上表演的壓力 導致他的肩膀和手腕受傷 在缺席的機場表演後 正式於2006年退出 並由Matt接手他的位置 正式起飛的Maroon 5 在2007年發行了第二張專輯 It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由Prince Michael Jackson 的80年代的音樂人為靈感 可以明顯感受到歌曲的復古感 整體的情感也更加強烈 It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可以說是非常成功 尤其其中收入的單曲 Makes Me Wonder 在專輯發行前 已是iTunes的銷售冠軍 人氣已經快要衝破雲下 他們在各大場合出席露面 不管是現場演出 電視媒體等 都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 在事業成績如此頂的時候 Adam曾有感觸地說到 這可能是樂團最巔峰的時期了 也許再做一張專輯 可能就會解散 雖然不是真的要解散的意思 但可能也是預知到 相當專輯將不如現況 雖然本人fight的人氣不減 現在一張專輯 Handsle Over 在排行榜上仍有不錯的成績 然而作品評價兩集 也反映在銷售數字上 已不如前面兩張專輯 對成績不滿意的他們 在2011年重製了這張專輯 但這次不同的是 他們新增了一首救援單曲 這首與Christina Galella合作的 Moose Like Jagger 一推出就登上了百大單曲冠軍 動感的節奏與旋律 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詞 很快地佔據了各大媒體 不只在Victoria's Secret的秀場上演出 也獲得到他們第一個 全美音樂獎人氣流行樂團 隔年更打敗聯合公園Coleplay 成為全美名選獎 最受歡迎樂團 第四張專輯OVER EXPLODE 是在音樂上多元且具有流行元素的作品 Payphone及One More Night 都是非常常聽到的單曲 尤其是後者 當年成功將賽大叔的Gunbound Style 成功擠下冠軍 更與當年的Carly Ray Gibson的 熱門歌曲Komi Mabee打成平手 雙雙都是2012年 殘年最多週冠軍排行的人氣歌曲 Harding I want you to die Harding I want you to die Harding I want you to die 但老實說除了這兩首歌外 我對OVER EXPLODE並沒有太多的印象 我自己更喜歡的是下一陣專輯Five Five在2014年發行的Five 風格有點回到了Songs About Gen時期 聽起來更加黑暗 像是Maps Animals 甚至歌名看起來應該要是很歡樂的 This Summer 節奏雖然是快的 但給人的聽覺感受 就像是在看恐怖片的安靜時刻 皮需要扒緊的感覺 不過專輯還是需要一點可愛來綜合掉黑暗吧 Sugar身為專輯中少數的幸福感歌曲 MV也拍得毫不遜色 Maroon 5在洛杉磯不同的新人婚禮上串門指 在網路上也很快的獲得到討論 為了延續這個Vibe 他們後來也在YouTube上推出了Premium節目 找來了不同音樂人來給粉絲打驚喜 這時Maroon 5的成員也從5人擴大到7人加入了偶爾替代Jesse的PJ Morton 以及時常在現場表演為他們助政的Sam Far 更新的陣容很快地發行了全新的R&B專輯 Red Pill Blues 名稱靈感來自於1999年的科幻電影《駭客任務》中的紅藥丸及藍藥丸 而說到這段專輯我真的不得不說到其中的What Lovers Do 同一天我媽在廚房煮飯的時候突然開始哼了這首歌 她甚至知道是Maroon 5唱的 顯示他們的歌曲傳唱度真的好高 在電台播放的頻率也很高 才讓英文不好的媽媽都可以哼個兩句 從2019年開始 他們一連串的發行束手單曲 Memories, Nobody's Love, Beautiful, Mistakes 先為接下來的新專輯打頭陣 但等了兩年專輯都還沒發行 貝斯手Mickey就因為家暴風波被捕 雖然案件最終被撤銷 但為了不影響樂團她還是選擇離開 而貝斯手的位置最後以後來新加入的成員Sam代替了 他們的最新專輯Jerdy最後在2021年發行 到現在Memories已經是快要變成洗腦歌曲了 今年的他們仍有許多演出計劃 包括Vegas的常駐演出 歐洲的巡迴等 算一算他們從Keras Flowers到現在 已經過了將近30年的時間 也許有些人認為他們從Overexposed後 明顯為了銷售數字開始迎合大眾的音樂風格 也有人覺得他們相當的作品有太多的合作作曲 詞人 導致相當的音樂根本不是他們的音樂而不是初衷 但每個人喜好本來就不一樣嘛 Adam自己也說過 不知道自己到了40、50歲 還會不會想要20歲的自己想要的一樣 這都是選擇沒有好壞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也別忘記按讚 分享也可以每個人15塊加入我會員會 超級感謝 這是我 就這樣 下部影片見囉 掰